香港屯門至赤拉角北面連接路 將於12月27日早上8時啟用通車 將打通屯門至港珠澳大橋 香港口岸人工島北面連接路段 屆時屯門南和香港國際機場之間的行車時間 可節省約20分鐘 整條屯至連接路不令收費 同日起輕雨幹線也會轉為免費 香港運輸署助理署長何廣坑強調 囤滯隧道公路不僅能縮短駕車時間 更是鞏固香港作為國際 以及區域航空樞紐的重要基石 和廣坑預測 囤滯隧道公路啟用後 有助分流交通 並減輕現有道路交通負荷 香港運輸署表示 預計繁忙時段每小時的車流量 為2200小汽車單位 即是相當於2200輛私家車流 因為在 Cambria中的行車 並思路不僅僅家車